七星斗宗的地魔老鬼实力有多恐怖 不仅戏耍小一仙还单手劫萧炎的翻海印 在原著中在萧炎恋化天妖皇之意后不久 韩风怂恿七星斗宗的地魔老鬼 及焚炎谷强者来袭迦南学院 意图夺取菩提化提弦 地魔老鬼假装替谷中长老报仇 瞬间朝着萧炎袭来 危机时刻一道妙曼白颖托雾的闪现而出 而他赫然便是五星斗宗的小一仙 一旁的韩风则趁机牵制苏千大长老 借地魔老鬼之手消灭萧炎和小一仙 片刻后 当韩风与俗千逐渐进入战斗状态时 地魔老鬼也终于动手了 随着他那干枯的手指微动 几道泛着寒气的灵力斗气 朝着萧炎的脑袋爆射 这使小一仙急忙催动独斗气进行抵挡 但显然他根本不是地魔老鬼的对手 仅一个照面便已出现伤势 未等小一仙做出反应 地魔老鬼深情闪掠至萧炎的面前 他那五指如鬼爪般 毫不留情地直接对着萧炎喉咙抓去 望着地魔老鬼对萧炎施展的雷霆攻势 学院中顿时响起无数道惊呼与尖叫声 然而萧炎脸色却是未有多少变化 嘴角缓缓掀起一抹冷笑后 一对足有仗取宽大的鼓翼 瞬间眼展开来 他只是微微一震 狂风与闷雷声便同时响彻这片天地 无数残影顿时出现在原地 显然拥有了妖黄之意的萧炎 已经将自身速度提升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高度 就算是一般的斗宗强者也怨怨不及 然而一击未果的地魔老鬼 并未动容 他平淡地注视着萧炎二人 无数的黑色寒气笼罩在其周身 旋即脚步轻塌虚空 向着两人一步步逼近 见到地魔老鬼竟然凭借斗气 影响这一方天地 小一仙的脸上顿时不满了民众 他知道自己与地魔老鬼实力相差巨大 即便彻底释放了难毒体 也根本无法弥补这样的鸿沟 但为了不让萧炎再次深陷险境 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 小一仙还是率先向地魔老鬼发起了攻击 可尽管他手段频出 但面对七星斗宗的地魔老鬼时 也唯有被细傻戏份 片刻后 小一仙白色衣裙上就出现了丝丝鲜血 正当地魔老鬼准备彻底解决小一仙时 远处萧炎的手掌之上 一道泛着奇异精芒的能量手印 正在迅速成形 赫然便是大名鼎鼎的地印爵 第二印翻海印 翻海印是萧炎目前 能使用的最强底牌之一 因为他知道地魔老鬼远非一般斗宗可比 所以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是真正的狠招 然而萧炎的想法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残酷 面对萧炎所施展的碧绿色能量手印 地魔老鬼没有丝毫的躲避 仅仅单手便挡住了翻海印 带黑色的能量漩涡消失后 地魔老鬼的衣衫依旧整洁 即便是头发都未曾见到多少凌乱 眼神中更是蕴含着不加岩式的嘲讽 显然 萧炎无往不利的底牌这一次失效 面对这样强大的地魔老鬼 萧炎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火连上 他运用精湛的控火技巧 将化身火融入三色火连里 创造出一朵脸盘大小的四色火连 当这朵斑斓绚丽的火连成形那一刻 不单是敌人 连萧炎自己也对其威力感到恐惧 显然 毁灭火连所蕴含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在这股毁灭的力量下 即便是地魔老鬼这样的七星斗踪 也只能为之而颤抖 然而在看到嘴角一血 且满脸苍白的小依仙时 萧炎的脸上顿时涌起一抹可怕的杀意 轩机冷漠地甩出了 手中的毁灭火连 火连化为一道笔直的火盲 对着地魔老鬼暴舍而去 火盲锁过之处 虚无的空间直接被撕裂出 一道漆黑的裂缝 这般景象让地魔老鬼瞬间头皮发麻 他疯狂地将全身的斗气除掉而出 化作了十几丈庞大的黑色寒云 将自己的身形禁属的包裹而尽 只是当毁灭火连爆炸开来的一瞬间 地魔老鬼施展的黑色寒云 尽毫无抵抗之力 百丈庞大的斑斓火浪 瞬间席卷天际 火焰近处的一些魔眼骨强者 顷刻间变化为了灰烬 这一击的威力足以炸死四星斗踪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七星斗踪的地魔老鬼 吃了一击毁灭火连之后 身受重伤却并未死去 随后千百二劳终于出手 这才将地魔老鬼当场斩杀